可惟 我可不可以知道一下 妳的實際年齡 好殘酷喔 這是我第一次公佈我的年齡 應該不像吧 39 39 撇開衣服 不說 不像 對不對 我的 我今天是素底喔 看到妳的臉這樣子 對 妳素底就不像 我沒有畫底喔 完全沒有 那還不錯喔 狀況很好 其實鏡頭如果只看妳的一個頭 沒有看到衣服 其實我會覺得妳很年輕 所以是酸壞了 她皮膚還算有光澤 皮膚有光澤 只是她的唇比較乾一點而已 對 而且比較黑 好像中毒比較深一點 別到中毒吧 她為了要甩掉一個男人 她花了四年甩掉才甩掉 所以中毒很深 用乾了 乾了四年的意思 不是 她就一直勸那個男的走 你們想到哪 沒有 我是說皮膚乾了四年 對 皮膚太高 對 妳剛才講我基隆路很長 我告訴妳 基隆路很長 基隆路很長 是 那我們先搶救一下好不好 她的唇嗎 她的唇 可以嗎 勸了四年都乾了 好啦 請 來 請 香蕊 請用 請 妳說請用她的嘴巴 請用我 好啦 其實我不知道鏡頭 我拍不拍得到 她的嘴巴乾到在脫皮 請問妳有看到嗎 而且唇膚很深 很乾 對 她就是真的很 顏色也滿深的 我說很多人其實都會說 我擦護唇膏 可是我還是乾 對 像我 我有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我對口紅裡面的蠟 會過敏 所以我幾乎不擦 每一支護唇膏都有蠟嗎 看她用什麼蠟 我會對某種化學蠟會過敏 所以 麻辣呢 麻辣不會 麻辣是進去 麻辣不會過敏 對 麻辣不會過敏 所以我只要擦到 有化學蠟的口紅 我就會開始乾 然後會裂 化學蠟的名字是什麼 護唇膏上面會寫 不是 蠟是Wax W-A-X 如果說是天然蠟的話 比如說蜂蠟 B Wax 對 那個我就OK 所以有時候 很多人在擦護唇膏的時候 越擦越乾 越擦越乾 它對於裡面的某一些成分 它可能會過敏 比如說我今天就幫它帶了幾個 天然蠟 天然蠟 對 其實這幾款 都是我們常見的一些護唇膏 我今天要幫它 幫它選擇的是一種 叫唇膜的產品 什麼叫唇膜 它也是護唇膏 但是它 敷著睡覺 可以敷著睡覺 但是它多了更多的修護成分 也就是它除了保濕之外 它要讓我們乾掉的嘴唇 有點像皮膚一樣 比如說你剛才說我很乾 對 給你一千五 所以 給你一千五 今天的用語都是女人的大忌 真的 所以我們就必須把乾的部分 滋潤起來 就利用像敷面膜的概念 幫我們的唇敷唇膜 我今天幫它選擇的是 更高級的這一款 同一個集團出的品牌 但是它更頂級 這個是宋慧喬最愛用的品牌 我先試給大家看 所以你們可以直接用一下 我嘴巴好乾 老師 那可以 你是基隆的 基隆的已經用 基隆的 還是老師不要把它當成頂鞭錯 摸起來很軟對不對 我看你擦完之後 你的嘴唇摸起來就像那樣軟 它現在好水喔 好水嫩喔 而且 發光耶 整個變粉粉的 粉粉的對不對 效果很好 苗軟 對 它就是苗軟 對 其實就很簡單 你就用你的指腹 然後因為我給它的量比較多 然後你就輕輕的畫圈圈就好了 畫圈圈就好了 這樣你的唇部也會比較有彈性 老師 那這個保濕夠的話 是不是會改善它的顏色 因為我很... 你看你現在 好像變比較淡 對 變比較粉 有喔 對 它變比較粉嫩一點點 所以它其實只要這一瓶 我覺得對它的乾燥 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的 有喔 對 你應該會有幾個 那一天 就說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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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